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下半年的新机 也许是待发 据悉还有不少旗舰产品跟大家见面 比如魅族16系列 三星Galaxy X新款iPhone X等 另外有关小米MIX3的消息 在网上已出现多日 传闻小米也想一改往日MIX系列的设计风格 推出一款无下版的小米MIX3 近日微软用户AtWL YORO 晒出了一四小米MIX3的亮屏叠照 界面上显示 该机搭载了MIUI10系统 从接照图中可以看出 该机采用了几乎无边框的全面屏设计 而没有令人感到抓狂的顶部刘海 与早前发布的MIX2S相比 它在整体外观上的变动 其实并不大 不过以往被吐槽的大下巴终于收了回去 几乎已经与屏幕另外三侧的边框厚度一致 据外媒报道称 这次小米MIX3很有可能采用COP屏幕封装技术 而这会让它的下巴和额头能保证同一个宽度 这样的结果就是为了更窄 因此将不会提供3D结构光技术 不过考虑到目前安卓手机屏幕很少采用COP封装技术 具体会有多窄还不确定 有意思的是 和当前全面屏程度相对较高的Veon EX Find X一样 这款手机正面同样看不到前置摄像头 那么该机到底该如何运用前置摄像头呢 有传闻称 小米MIX3会配备类似Apple Find X或Veon X的电动弹出式摄像头 实际上早在2015年 小米就已申请过升降式摄像头类似的专利 将摄像头和闪光灯等器件集成在一个独立的功能模组上 该模组能够在机身内进行升降操控 有些类似于Veon X的设计理念 不过当时由于产业链工艺无法实现而放弃 据悉在Veon X亮相之后 小米又重新考虑了这项设计 很有可能将在之后的机型上使用 而从小米目前的产品系列来看 下一代小米MIX3毫无疑问 是最适合采用这种设计的手机 如果消息属实 那么单从外观设计上来看这款小米MIX3着实非常惊艳 当然 目前官方没有透露任何口风 所以大家还是审慎看待这一爆料 小米MIX3到底会以怎样的形象登场 仍旧是悬念重重